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林 那現在時間是我們的 喔現在有點暗 比較看不清楚我們到亮一點的地方再說 我剛剛有走到樹印底下 現在時間是我們的 4點28分 9月30號 9月30號的4點28分 好那我現在人在哪裡呢 我現在人在 屏東市區 OK然後 我們把畫面轉過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在屏東市區 然後 我要去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剛開幕沒有多久 這個地方是哪裡呢 這個地方是屏東市區的 總圖書館 有一隻貓咪耶好可愛喔 好這個地方是屏東市區的 總圖書館 然後聽說非常的漂亮 所以想說 今天去參觀一下 剛好今天下午 比較沒有這麼忙 所以我們就 先去看看到底有多漂亮 那我現在在屏東市區 這個是 人愛路上 我小時候有去過 屏東市的總圖書館 總圖書館 那我覺得那邊 看起來就是很多書 可是那時候還是 舊的圖書館 所以還蠻 還蠻老舊的 所以現在去他已經 重新翻新了 那聽說整個設計非常的現代 時尚 然後非常多人想要去 那邊拍照啊 或者是享受閱讀的氣氛啊 OK 所以我們今天也順便去過去看一下 那今天是9月30號 中秋節前夕 不知道大家 中秋節的時候有沒有烤肉 如果要烤肉的話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好然後 這條路上是屏東市的 人愛路 人愛路上面有 非常多的重要的地標 比如說屏東市的 購物中心 環球購物中心 還有 屏東的 應該算是唯一一所女子高中吧 屏東女中 就在我旁邊 右手邊這邊 右手邊這邊是屏東女中 對 所以 這邊算是 蠻多 就是蠻多 重要的地標都在這邊 我記得好像還有 孔廟也在人愛路上 大家如果有經過 如果有經過孔廟的話 可以帶大家去看一下 好車子有點 有很多 好 所以我走到上面的人行道 應該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現在呢 我看一下我的Google Map 他說現在 在200公尺勝利路 要右轉 才會看得到 就是我們 要走的 新的目標 順便跟大家聊聊 大家中秋節的時候 如果烤肉 有沒有不喜歡 不喜歡哪些食材 烤肉 之前好像票選說 中秋節大家最不想吃到的食材 烤肉的部分 好像前三名我記得 青椒有上榜 大家喜歡烤肉的時候吃青椒嗎 可以在底下留言 如果喜歡寫加1 不喜歡可以留加2 我個人是 覺得還好啦 我覺得 青椒 或者是 或者是 其他蔬菜 在烤肉的時候 當點最還不錯 那給大家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這邊是 屏東縣立體育館 他是屏東縣立體育館 他是一個戶外的場館 之前 屏東在辦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選手之夜的那個演唱會的時候 我記得好像就是在這邊戶外辦的 印象中啦 好像是在戶外辦的 大家 我很好奇就是 看我頻道的朋友們 如果你是屏東人的話 留言加1 不管是屏東縣屏東市 都可以留言加1 然後如果你是外縣市的朋友的話 請在底下留言 加2 我們看一下 到底有多少是屏東 屏東縣的朋友 那有多少是外縣市的朋友 那如果你想要讓我知道你住哪裡的話 你可以在後面留言 比如說加1屏東縣或屏東市 那又或者是加2高雄啊 或者是台北之類的 你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聖利路 好 我們看到狗狗在想要大便的感覺 好 我們現在要右轉到聖利路 稍微等一下 好 因為一下時間比較接近要下班時間了 所以車流量會比較多一點點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人愛路和聖利路之間的交界 剛剛就是狗狗想要大便他的主人 就是叫他趕快回來 趕快回來 看起來那個畫面有點 有點逗趣 好 那我們現在大家等紅綠燈 然後要往聖利路前進 好 好 好 然後 在我的右手邊這邊 有一個 古早味的 Gamma Dian 非常的 非常的古早味 很多 小朋友玩的 或是一些零食 改天有機會的話 再帶大家去一間 屏東還蠻有名的 Gamma Dian的店 那間店很特別喔 就是 老闆是做興趣的 所以他看心情開 下雨天不會開 然後工作下班回來 太累也不會開 就是一間 很酷的 很酷的店 好然後我們現在在 走的這個道路是 屏東 市的聖利路 好 等一下我們就是要到那個 屏東的 新若晨的 圖書館 現在已經快要 紅燈了 趕快跑 好 剛剛有點緊急 就是快要紅燈了 我趕快跑過來 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往前面走 這邊是屏東 屏東市的 我一直要講屏東線 屏東市的聖利路 聖利路裡面有一個 最大最顯眼的地標 等一下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附帶一提的是 今天的天氣有點 陰陰的 就感覺好像要下雨 可是要下不下的 對 所以 我 沒有帶雨傘 所以有點就是 因為邊走 邊擔心 就是萬一下雨了 我可能要馬上找個地方躲雨 對 不然的話我的 雖然說我的攝影器 才是有防水的啦 GoPro它是有防水的 但是 畢竟我還是不想讓它淋到雨 所以 如果真的下雨的話 我還是要找個地方 去躲雨 好 剛好非常幸運的 我又遇到了 紅燈 因為接近就是 四五點 所以 很多人肚子餓開始在叫外賣 像那個 Foodpanda UberEat 在屏東市都是蠻常見的 這個時段 你會看到 越來越多的Foodpanda 或UberEat 出現在 出現在路上 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 我們要走 斑馬線 大家有看到我左手方的建築嗎 這個任主是屏東市的國民運動中心 他算是 公用的 公有的 就是有點類似 公共版的 健身工廠 或公共版的渦菌 裡面有很多健身器材 運動器材 那只要是屏東 你是市民啊 市民都可以進去使用 好像有些要收費 我不太清楚 對 基本上我是沒有進去過 改天有進去的話 再幫大家去做個 做個 就是 開箱 因為他已經開好多年了 對 他的外觀 就是長的這個樣子 然後旁邊這邊是 賣 宵夜點心的店家 好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我之前 要跟大家非常推薦 如果你有來屏東市的話 上面這間飲料店 橘色糖棒的 叫華布萊 非常推薦他們家的飲料 他們的水果茶還蠻好喝的 而且 除了 除了飲料以外呢 他們還有在賣一些 就是蛋糕 我覺得華布萊 就剛看到那個橘色糖棒 我稍微照給大家看的那個飲料店家 但如果有來屏東的話 可以試試看 他們好像也有外送吧 對 然後如果你要特別過來的話 他就是在勝利路上 好給大家看一下左手邊這邊 好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就是 非常大 占地非常大的 屏東市國民運動中心 裡面有游泳池啊 然後室內的一些 球場之類的 好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有非常多的就是 消防車都在旁邊 好 那等一下我們要去 這地方 我們看一下喔 稍微還是要再度穿越一下斑馬線 好 因為下班時間 車越來越多了 所以我們要找機會 穿越一下斑馬線 現在好像是一個 還不錯的時間可以穿越 好 我們趕快go 好 我們算有進屋線了 穿越了斑馬線 那現在我們要去的地點一樣 就是我們屏東市的總圖書館 現在風好涼喔 剛剛都沒有風 現在有風吹一吹 覺得蠻涼的 雖然雖然已經快要到秋天 中秋節嘛 快要到秋天 可是在屏東 早上大太陽 天氣還是很 就是非常的熱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大型的鳥居 這邊是一間 拉麵店 現在的一些日本的就是 料理店啊拉麵店 外面都會有很多日本的元素 比如說鳥居啊 或者是一些 做的有點像 河式的那種感覺 好我們繼續往前面走一下 好可怕喔 大家看一下 屏東市目前快要五點的太陽 不是太陽就是街景 好那給大家稍微轉向正面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這邊我們跟大家看的是 我們目前 正準備要前進到我們的 圖書館 我剛剛有小小的走錯了路 因為應該要右轉 我剛剛左轉 好我們現在往前面繼續走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下班時間的車草 有點小小的塞車 然後在我左手邊的這間 孔家小館 大家有看到嗎 紅色的招牌這個 孔家小館呢 是一間 如果說大家沒有來過屏東的話 如果來屏東 我非常推薦的一間餐廳 他是賣 就是麵食的 麵啊 還有餡餅類 都蠻好吃的 大推他們的 牛肉餡餅 真的很讚 下次有進去的話 我們直接 在裡面吃 然後拍開箱給大家看 給拉 就是 看一下 他們的牛肉餡餅 我覺得還蠻不錯吃的 而且每次去 真的要提早過去拿 就是提早過去 就是排隊 不然的話都要等很久 或者是要電話先 先預約先叫一下 好 我們的圖書館 快要到了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在右手邊 對 沒錯 是在右手邊 好 先給大家稍微看一下它的外觀 要進去 但是 還沒有 完全進去 它裡面 這個圖書館它現在 有點就是 做的跟公園是合為一體的 它有個綽號叫做 森林圖書館 就是 座落在森林的一座圖書館 它其實 它沒有全部打掉重建 它是基於在舊的建築上面 去把它翻新而已 所以它沒有整個 就是砍掉重建 它只是把舊的建築翻新 好 我們繼續往前面走 在我的 左手邊吧 左手邊就是我們的 屏東市的圖書館 我們繼續往前面走一下 現在人還不是說非常的多 OK 所以 應該是 應該 應該是可以 就是 稍微繞繞看看的 我在看情況 等一下可不可以 就是 直接帶它進去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裡面可能沒有辦法錄影 所以 我們看情況 好 好 稍微 帶大家到戶外 繞繞 哇賽 它整個外觀是 白色的 這樣看起來 是一個非常 就是 非常 文青感 非常重的一間 圖書館 它旁邊是一個大面的 落地窗 大家稍微整個繞一圈來看看 哇 它這個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跟以前我小時候來的那種舊舊的圖書館 看起來非常不一樣 那裡面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看書 所以我覺得 等一下裡面我可能 拍張照片給大家看 應該沒有辦法進去錄影 但是最後呢 我們還是想到辦法 去詢問一下館員 還是可以進來錄影的 只是不要吵到大家 所以我們就走進來 帶大家參觀一下 我們的屏東市的這個 總圖書館的樣子 那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回旋式的樓梯 然後它旁邊有一個非常寬敞的公共閱讀空間 那我們現在就往這個回旋式的樓梯來走 帶大家來看看吧 這個樓梯 它算是回旋式的 但是我目測這樣子看的話 它其實 就是有點像是就是 感覺是一棵樹 你慢慢在回旋往上爬的那種感覺 對然後我覺得 在爬的當下 我是覺得 越爬越暈的感覺 越一直轉來轉去 好那這邊 給大家看到二樓 那我們繼續往上爬喔 因為它是一直轉來轉去一直轉 就是一直旋轉往上爬的 所以就是會 給你造成一種就是比較暈眩的那種感覺 但是不是非常嚴重的暈眩 就微微的 一點點非常程度非常小的頭暈 然後我們到了三樓 那三樓這邊它是屬於一個 常數的空間和閱讀的空間 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的座位區 那它座位區其實 它剛就是這樣的一個座位 其實是蠻舒適的 那你可以靠在窗戶旁邊 欣賞風景 那從這邊往上看下去 這個和旋的樓梯 還有底下的這個寬敞的公共閱讀空間 都可以看得到 我算是一個非常非常現代 新影摩登的設計喔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喔 稍微腳步加快 有非常多人在看書 好那帶大家稍微看一下閱覽區 這個部分喔 OK 那這邊呢就是它的常數區 其實可能是 我在猜可能是那個 圖書館才剛改建完成 所以還有一些書還沒有上架 好那接著我們走到這邊呢 是一個也是一個閱讀的空間 然後呢這邊呢它是一個很酷的設計喔 它旁邊呢是一個給青少年可以閱讀的空間 它是做一個階梯式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青少年的這個圖書 那講到青少年的圖書的話 那我們就一定要有什麼東西呢 給大家看一下漫畫啦各位 OK這邊有很多的漫畫 應該還沒有把所有的漫畫放過來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喔 稍微看一下 這邊大概是漫畫的這個 呃長書空間 這邊漫畫蠻少的 因為它可能還沒有把所有的漫畫都搬過來 所以大概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可能如果看到你喜歡看到的漫畫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加一 不過我帶的這個速度蠻快的 可能也蠻難看到的啦 好那所以這邊 因為它是青少年年閱讀空間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小朋友 OK那上面呢還有一些斑馬 OK就是斑馬的一個就是 公共造型藝術 好那我們這邊看 哇這邊就是一個我剛剛講的階梯型的這個 呃閱讀空間 有很多人在這邊拍照啊 好的那接下來我們來到他們的這個 多媒體的使用空間 這邊是電腦 那你都可以在這邊就是 申請使用 然後你可以運用多媒體 可能看影片啊 或是查找一些多媒體的資料 好那接著我們走到了這個戶外區喔 可以看到它也有一個戶外閱讀區 其實這邊看起來它的風景還蠻漂亮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綠樹 好看多一點綠色的植物對眼界也是蠻好的啦 OK可以看到一些市區的這個天空的景觀 我是覺得這個戶外的閱讀空間也是蠻棒的 沒有下雨的話都可以出來閱讀一下 好的那這就是我們的室內的影片 那我們現在到了戶外囉 GO 這樣側看非常的好 就是看起來非常的 就是全白的牆看起來非常的文青的感覺 OK 好那有時候我們比較保護路人的隱私啊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 照到一些路人這樣子 好然後他這邊這樣看的話 也是蠻漂亮的 OK那稍微帶大家繞圍圈 好然後繞完一圈以後 這裡有一個 算是小公園 好像是給親子啊 去做一個休息的一個小公園 我覺得也是蠻漂亮的 對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那我們這邊 稍微 做一個結束 那就帶大家稍微看一下 屏東市的總圖書館 它外部長什麼樣子 那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免費訂閱我的 小鈴鈴斯Live 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